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老师点了点黑板 要做一个聪明人 有些话就不能直白地说 比如 我来晚了 要把它说成 谢谢你等我 这样才能体现对方的重要性 再比如 不想说 要换成 下次再说 你去忙吧 改成 我等你回来 我不会 这多生硬啊 要说 我可以学 不行 这个拒绝要委婉地说成 我努力争取一下 说这些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微笑 微笑 我一边听一边点头 拿出笔记本拼命记录 明天就是我入职的日子了 我有些紧张 晚上仔细地背诵上课的内容 以至于第二天闹钟响了八遍都没听见 上帝啊 第一天上班就迟到 我未来的日子不用想都是黑暗的 公司大厅的玻璃门被保洁擦得正亮 我也实在太急了 没仔细看清楚 直直地撞了上去 啊 我捂着脑袋 感觉额头冲血 疼得牙痒痒 悲壮地打开门 我才发现大厅里黑压压地站满了人 一道道目光挣扎一般落在了我身上 完了 上班第一天就射死 我吞了吞口水 低着头 不敢看他们憋笑的表情 任命地在这些目光中缓缓前行 振兴科技是行业里的龙头 工薪待遇也极好 多少人打破了脑袋想要一个岗位 我可不能被开除啊 我得道歉 可这么尴尬的气氛 我说点什么呢 我鼓起勇气 抬起头 人群最前面 一个长相帅到爆炸的男人 一脸寒霜地盯着我 这男人可真是有点东西啊 浑身散发着金贵的气质 举手投足都能让人自残行贿 昨天老师怎么讲得来着 我来晚了 这句要怎么说 我努力扬起一个微笑 谢谢你等我 男人明显一愣 逼人的寒气从他身上散去 老师教得果然好用 好看的男人皱了下眉 为什么迟到 为什么迟到 我能说自己因为背诵速成班课程 背到凌晨睡不着吗 我不想说 我深吸一口气 下次再说 男人的表情 似乎有些裂开 下面的同事一片哗然 他又看了看我 把手握成拳头 放在嘴边轻壳了一声 让我找个位置站好 嘿嘿 没白交学费 躲过一劫 哦耶 早会结束 回到自己的工位 陈雨洛立刻跑到我身边 他一定是来安慰我的 我们是大学同学 关系并不是很亲密 但被振兴科技一起录取 算是我在这个公司里 唯一能说得上话的人 奇妙啊 迟到就算了 居然还敢在早会上和总裁干 还下次再说呢 你恐怕是没有下次了 那个好看的男人就是总裁顾彻 他会开除我 那不是废话吗 大领导都不会当面指责你的 但是事后 也就是说 我刚进公司 就得罪了最高层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这里有一份企划 是我表姐昨晚熬夜做的 你拿去给总裁看看 就说是你做的 看在你努力的份上 总裁肯定不会计较了 陈宇洛笑着将一个文件夹推给了我 真的可以吗 这不太好吧 没关系 咱们可是老同学 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他眼里划过的光 让我的心里有点慌 不行 这是你表姐辛苦做出来的 我不能这么无耻 怎么能贪图别人的东西呢 我把文件夹退了回去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哪那么多屁事 他眉毛竖了起来 又立刻换上了一副笑脸 我也是为你好 你那么优秀 还那么努力 在笑时就有不少人喜欢你 他牙怎么了 咬得咯咯作响 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 陈宇洛又低头在我耳边悄悄说 可千万别说漏嘴了 小心其他人知道 可是要被举报的 公司不允许冒名他人的企划案 如果被抓到 一定是会被开除的 我点头 他可太善良了 我们才入职 他居然愿意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帮我 谢谢 你人还怪好的嘞 陈宇洛的脸僵了一下 他八成是没被人这么夸过 也是可怜 在学校里 他成绩也不好 人缘也差 听他同宿舍人的说 他还不愿意洗脚 哎 要不是他表姐在公司做个小组长 他是根本 没资格进这家公司的 可他居然把他表姐的企划让给我 多好的人啊 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我兴奋地抱着文件夹 就往总裁办公室走去 我敲了敲总裁办公室的门 再听到进来后 推门而入 顾彻坐在桌子后 好看得眉眼微淋 正认真地批改面前的文件 总裁我小心翼翼地出声 他文声抬起头 看到我的一瞬间又皱起了眉 我来送文件 顾彻没说话 向我伸出手 我颤颤巍巍将文件夹递给他 你的头 头 我摸了摸额头 一阵火辣辣的疼 原来早上撞门的地方已经肿了 不碍事 今天迟到 扣百分之十的工资 他冰冷地说 哦 我揉着额头 眼泪都快出来了 好家伙 工资还没见到呢 就被扣了 这要是多迟到几天 还能道歉公司不少钱 在公司撞了脑袋算工商 一会儿去人力资源部门申报 就说我给批了 哎 我眼睛都瞪圆了 第一天上班就有钱拿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总裁 你人怪好的嘞 顾撤僵了一下 用奇怪的眼神看了看我 低头去看我给的企画 刚看了两行 他又抬头问我 这是你写的 我摇了摇头 说是自己写的 对陈雨洛和她表姐不公平 不能为了逃避责任 就把别人的劳动成果 据为己有 写企画的人呢 为什么你来送 空气似乎冷了几分 我想了想 还是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然后强烈向顾撤推荐陈雨洛 把她夸得天上有地下无 世间无双的绝世好女人 像她这么好的人 适合任何岗位 我最后总结 任何岗位 包括工厂流水线吗 顾撤笑一声 要不是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一定会觉得你是以退为进 故意给她穿小鞋 不过她给你下套在先 你要反击也合情合理 其妙 不要被人的外表所迷惑 我不是很明白她的话 但她说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 我好奇 顾撤还没开口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甲方要和她谈合作 顾撤起身 这个企划先放下 星期一早上 你来我办公室 我连忙点头 那你先 不能说你先忙 老师不是教过的吗 于是我赶忙微笑 歪了歪脑袋 我等你回来 顾撤呆冷了两秒 眼神飘忽 有些僵硬地点了点头 然后拿起西装外套 快速卖出办公室 我想把企划的事情告诉陈雨洛 顺便谢谢她的好心 可是她一整天都不在公位上 下班前我听到旁边的两个同事在聊天 你知道吗 有人举报 咱们部门有人冒用他人企划 不能吧 公司明文规定不准 是谁不想干了 据说是个新人 有几道视线落在我身上 我耸了耸肩 毫不在意地继续整理手中的文件 陈雨洛特意叫我不要告诉别人 那她自己肯定也不会说的 起话又是她表姐做的 肯定与我无关了 最重要的是 我跟顾撤讲得很明白了呀 总裁怎么回来了 嗯 她不是去约见甲方了吗 怎么这个时间还回公司 不知道啊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 我一抬头就看见撤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她的助理 助理手中拎着好几个塑料袋 里面装满了一杯杯奶茶 今天大家辛苦了 我请大家喝奶茶 说完 顾撤的视线落在了我身上 奶茶 哇哦 总裁人真是好 这么体恤员工的公司 就活该赚钱呢 我捧着奶茶 幸福地稀溜着 顾撤怎么还在看我 是想问我起话的事情吗 可我等到下班过了十分钟 她也没说话 再不说话 我可要走了呀 我真的走了呀 我看了看表 下班二十分钟了 再不走就赶不上地铁了 我拎起包 潇洒打卡走人 转头看去 顾撤怎么还在看我 她看我的眼神有些忧怨 是不是我看错了 刚从公司出来 我就被一个披着大波浪的卷发女人和陈雨洛拦住了 卷发女人的地包天很严重 下巴都要快要和脖子形成一个九十度直角了 她说她叫李燕 是陈雨洛的表姐 原来她就是那个善良的表姐啊 我立刻上前紧紧握住她的双手 对她的善意表示出衷心的感谢 李表姐看我的眼神很是古怪 和陈雨洛看我时的样子很像 不愧是有血缘关系的表姐妹 哼 你就是那个奇妙啊 听雨洛说你是个书呆子 当真是傻乎乎的 瞎说 我只是被爸妈保护得太好了 才不是真的傻 我对李燕的热情瞬间降了八度 虽然心直口快的人肯定不坏 但我听了还是会不舒服 陈雨洛兴奋到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奇话 总裁怎么说的 那可是我表姐熬夜做的 你这辈子恐怕都写不出来 送去了 送去了 总裁让我星期一回她的办公室 她要跟我一起研究 我使劲点头 突然有点后悔 和顾彻说李燕人好 李燕的表情有些高傲 不错 新人啊 就要懂些规矩 别以为你是高分被录用进公司的 就能不尊敬前辈 我吃的盐 可比你吃的饭还多 我条件反射张嘴 啊 怎么吃那么多盐啊 很容易浮肿的 难怪你的脸都是坠肉 你讽刺我 我往后退了两步 避开了她鲜红的指甲 血淋淋的颜色 有些甚人 怎么她突然就发脾气了 果然言吃多了 容易上火 我 我建议你 可以多喝点热水 你 李燕的表情更猙獰了 鲜红的爪子 又往我脸上伸 哎呀 表姐别生气了 陈雨洛笑了笑 那个表情怎么看 怎么像幸灾乐祸 等到周一 她眯着眼睛 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我们就有好戏看了 李燕听后 顿时喜笑颜开 她收回了手 两人又嘻嘻哈哈 说了些有的没的 扭着屁股走掉了 剩下茫然的我站在原地 这两个女人 到底在说什么 手机突然响了 是男友赵婷打来的 我开窍有点晚 大三的时候才情窦初开 对高大帅气的赵婷一见钟情 幸运的是她也喜欢我 我们交往了一年 从来没有争吵 没有红过脸 我进了现在的公司 但是赵婷在面试时被刷了下去 她大学时不太用功 现在到处投简历 到处碰壁 妙妙 我好想你啊 听到她的声音 我心底涌起一阵甜蜜 我也想你 明天休息 咱们去哪玩呢 出去玩 不不 妙妙 我找到工作了 现在忙得很 恐怕没时间陪你 她的语气有些慌张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不小心打翻了饮料 没关系 我去你们公司楼下等你 我也可以陪你一起加班 我很珍视这段感情 坚持要去看她 她一定会因为我的真诚而感动 赵婷 谁在喊你 我听见电话那头 有一个女人在叫她的名字 那声音怎么还有点耳熟 赵婷犹豫了一下 问我 妙妙 如果出现了比我更好的男人 你会不会为了她不要我 她原来是担心这个呀 虽然我很优秀 但是我也练就 其他男人再好也不是我男朋友啊 肯定不会的 我张了张嘴 突然想到那天的课程 说我可以学 赵婷会不会觉得听起来更舒服 我就是这么说的 可赵婷为什么不说话了 还莫等我解释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如释重负向我砸来 没想到妙妙你是这种女人 你早就想跟我分手了是吧 还学 学着怎么找下家吗 我 不是 好了 你不用再说了 我们分手吧 我听着手机里传来的盲音 眼泪瞬间落了下来 再不过去 赵婷的电话已经关机 我找了个墙角蹲下 给闺蜜林小小打去电话 我说错话了 呜呜 林小小恨铁不成钢地骂我 她告诉我 赵婷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赵婷除了我 在学校里还交往了好几个女朋友 脚踏恩之船 毕业后 她就选择了其中条件最好的两个人交往 打算则有选择 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林小小的话也让我回想起来 近期赵婷行为确实反常 打电话总是不接 偶尔接起来就说自己多么忙 找工作有多努力 最后还会指责我 因为我的打脚让她没办法集中精力 她今天的电话恐怕就是想要分手 却要把分手的过错扣在你头上 我早就说你俩不合适 你就是不信 我抹了把眼泪 接受了林小小长达一小时的思想教育 很伤心很难过很颓废很迷茫 我做了乖乖女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去酒吧买醉 我没来过酒吧也不知道有什么流程 就坐在把台上把所有的酒都点了一遍 一杯又一杯我的眼前有些模糊 有个帅哥向我走来 他长得好高好帅啊 就是脸有些臭 咦有点像我们总裁顾彻 秦妙你不会是跟踪我来这里的吧 什么话他以为他是谁呀 也配我去跟踪 我打了个酒格喷了他一脸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怎么喝这么多我送你回去 我踉呛着起身想要甩开他的手 一不小心就摔进了他怀里 嗯手感真好啊 我又捏了两下 他的眼神变得有些奇怪 奇妙 你是不是喜欢我 怎么会有这么自作多情的人啊 我都不认识他 怎么会喜欢他呢 就算长得像我们总裁 那也不行 闺蜜说 酒吧碰见这样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他们就是想跟我搭讪 对 我得拒绝 怎么拒绝来着 不行 不要说的太直白 我说 我努力争取一下 男人的眼神变得深邃 也不是不可以 低沉性感的声音过后 我整个人被腾空抱起 酒吧的霓虹在我身边 样出一圈圈连衣 喝醉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 酒醒后有人帮你回忆 清晨的阳光照在十米宽的大床上 有点夸张 但这床真的好大 我坐在上面 跟只睡在阿拉斯加床上的金丝熊一样 大小一样 无助感也一样 不知这狗会不会多管闲事 干掉我这只笨耗子 醒了 顾彻双手交错 抵在下额上 用一种受伤的眼神看我 他眼里还带着一丝委屈 仿佛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总 总裁 早上好 我努力维持着打工人的尊严 好 我一点都不好 你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吗 他的控诉让我心惊胆战 联想出了一百种网上的段子 都是带颜色的 秦妙 你可真是个妙人 顾彻咬牙切齿地给我讲述了 一晚上他心酸的经历 听完他帮我回忆的 再结合一点点记忆碎片 我把脑袋埋进看起来 就很贵的真丝大容备中 我喝醉了 被顾彻抱回他家 我抓着他又哭又闹 骂赵婷是不要脸的负心汉 哭诉我这么多年的付出 用摸着顾彻的脸 说他长得好看 让他做我男朋友 然后吐了他一身 顾彻撩了起袖子 请看看您的杰作 他鼓起的小臂上 一道道伤痕交错 就连脖子上 也被我啃出了四个整齐的牙印 我赔 除了这两个字 我实在想不出别的 顾彻到底没有问我要医药费和干洗费 我不好意思地留下二百块钱 趁着他去厕所的当口 偷偷跑了 跑回家 我就打电话给闺蜜 把事情大致交代了一遍 你丢给他二百块钱 自己跑了 哈哈哈哈 你可真是个天才啊 奇妙 我的哥 啊 我是说他被女人给钱 呜呜呜 什么垃圾速成班 根本没用 见我哭得伤心 林小小赶忙安慰 他说我肯定是没有学到精髓 于是他又给我报了个班 这次是如何提高闭格 他让我把格局打开 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我继续拿出笔记本做记录 老师讲 把量磁换成款 比如刚吃了一款雪糕 那款汽水是新发售的 在公共资源前面加上我的 比如刚约了我的律师 还有我的理发师 老师又说 把去换成回 比如去年我回了一趟故宫 把买或者得到换成入 比如今天晚饭 准备入两只烤鸡 把看换成研究 比如这本小说我研究了一下午 星期一 我信心满满走进了总裁办公室 总裁 一看见顾彻我就耸了 因为他的脸实在太黑了 两百块钱是怎么回事 他咬牙切齿地问 你这款太贵 我就这么多钱 我是指他的衣服 确实赔不起 我这款太贵 你把我当成什么 我抠着手指头 不过你若是同意让我分期付款的话 我还是可以入一下的 顾彻的眼睛瞪得老大 他仿佛听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 你以前单纯的要命 怎么现在能说出这么 这么露骨的话 你是女孩子啊 奇妙 咦 顾彻的脸怎么红了 脖子也红了 耳朵也红了 感觉像熟透了似的 我被顾彻赶了出来 开门差点踩到蹲在地上的沉雨落 他听着顾彻的咆哮 满意地拢了拢头发 对我扬起一个诡异的笑 自从上次他和李燕跑我面前 莫名其妙说些奇怪的话后 我就开始看他不顺眼了 你的脸怎么了 是不是有些抽筋 我帮你请假去医院看看 脸都皱出折子了 果然不能乱打什么玻尿酸 更不能去没有资质的医院 沉雨落气地跺脚 秦妙 你阴阳怪气什么 被总裁骂成这样 你还好意思嘲讽我 等会有行政部门来检查 你还是担心下自己吧 我没有嘲讽他呀 他为什么生气 因为医院太贵了吗 还有 我为啥要担心自己 我没做错什么呀 很快我就知道 沉雨落话里的意思了 检查组三个人 拿着一封举报信来找我谈话 他们说我冒用李燕的企划书 李燕坐在我对面哭诉 说他做这个项目特别不容易 没日没夜地熬了好几天 没想到成果就这么被人拿走了 我表妹说的时候 我还不信 一个西人居然都敢欺负我 是想拿我当跳板吗 盗用什么的就算了 可我那份企划是初稿 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这要是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怎么办 这这这怎么和那天说的话不一样啊 我一脸吃惊地看着李燕 他好慧眼 检查组听完都一脸愤怒地盯着我 让我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 其妙 公司里的规章制度你看了吗 公司最忌讳的就是盗用别人的劳动成果 检查组组长语重心长地说 证据都在 我们有监控录像 你拿着企划案进了总裁办公室 另一个人扬了扬手里的优盘 你这是违法的 燕燕 你应该去法院告他 长得一张狐媚脸 刚来公司就想勾引总裁 最后 这位检查组唯一的女性 抬了抬她的金丝矿眼镜 仰着下巴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感觉被针对可我一个新人 什么时候得罪了检查组的大佬 现在可以换我解释了吗 哼 证据确凿 你还想狡辩 我们会建议公司直接开除你 并且赔偿李燕的所有损失 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规矩地举起手 我确实把企划书交给了总裁 可我对总裁说过 企划不是我做的 你还抵赖 你以为我们不会跟总裁去确认吗 我皱媒 检查组不应该先调查清楚吗 怎么都没确认就下了结论 李燕可是总裁的女朋友 她能说谎吗 顾彻的女朋友 我惊讶地上下打量 她的眼睛肯定是不太好 估计需要挂眼科看看 谁是我的女朋友 一道低沉的男音 夹着冷嗖嗖的风响了起来 总裁 检查组组长赶紧站起来 恭敬地鞠躬 和刚才对待我的样子 判若两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职场变脸吗 我究竟要学多久 才能做得像她一样好 顾彻手里拿着那份企划书 狠狠地丢在李燕面前 这就是你写熬了几个痛消写出来的垃圾 李燕的脸色难堪极了 她的手抖得像换了帕金森 那近在咫尺的企划书就落在脚边 可她愣是不敢弯腰去捡 金丝矿女士健壮 赶紧挽上李燕的胳膊 带着讨好的笑 哎呀 总裁也别怪燕燕 她为了能配得上您 每天都加班到深夜 她的努力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配得上我 她凭什么配得上我 哦 刚才谁说她是我女朋友来着 谁造的谣 给我查 查不出来 你们就统统辞职吧 金丝矿诧异地看了下李燕 然后似乎意识到什么 立刻把手从对方胳膊下抽了出来 然后一脸嫌恶地看着李燕 总裁 是我错了 我被人蒙蔽了 李燕她说 我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说 是你们自己想多了 怎么能怪我 李燕大声反驳 那声音大的都能传到隔壁部门去 原来 这就是职场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非常有教育意义 以至于顾彻把我拉走我还在看热闹 啊不是 在学习职场前规则 我又回了总裁办公室 怎么说 又呢 这阵子回得次数多了 让我莫名生出了一种温馨的感觉 顾彻站在落地窗前 被冲我 有些尖色地问 秦妙 为什么是二百块钱 她就为了问这个 至于这么纠结吗 一定是因为钱太少 她觉得不够 再加五十也可以 秦妙 我这款 你到底喜欢吗 你不要耍我 她回头冲我吼 喜欢哪 那名牌衣服多贵啊 谁会不喜欢 可是我穷啊 我赔不起吗 爸妈其实很惯着我 零花钱多得不像话 但是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呀 不能做个啃老族 所以我拒绝了爸妈给的钱 立志要做个经济独立的新时代女性 穷 顾彻似乎没料到我的回答 她沉默了一瞬 用手指刮了刮自己的下巴 那我给你涨工资 你是不是就能入 可 能 有钱当然就能买件新的给她吗 自从顾彻给我涨薪后 她看我的眼神就变得怪怪的 难道她后悔了 不 这是我凭本事涨薪的钱 怎么能拒绝呢 李燕被辞退了 离开公司那天 她还特意跑到我们部门 来找陈雨洛 我 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李燕一巴掌打在陈雨洛脸上 印出五个鲜红的纸印 表姐 这不能怪我呀 要怪就怪秦妙那个贱人 哎 关我什么事 我蹲在椅子旁 小心地露出半个脑袋 我妈说了 看到别人打架 一定不能上前去凑热闹 很可能被连累 我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是你非要教训她 要不是你 我一个组长 犯得着跟一个新人过不去吗 现在我好好的工作没了 你说你怎么赔 李燕怒急 伸手就要去抓陈雨洛的头发 陈雨洛要教训我 为什么呀 我苦苦思索半天 也没得出结论 陈雨洛捂着脸往后躲 一边躲还一边流泪 表姐 你怎么能诬陷我 不是你说 要给新人一个下马威 让她进公司后 规规矩矩不敢嚣张的吗 她梨花带雨 哭起来 都有着凋零的美感 反观李燕 头发凌乱 壮似疯癫 刺着牙 像是咆哮的脏袄 果然有两个男同事站了起来 怜香惜玉地挡在陈雨洛身前 哦哦 这就是传说中的英雄救美 我正看得带劲 场面突然安静了下来 嗯 怎么不继续闹了 我把头又往外探了探 突然 一双正亮的黑色皮鞋 出现在我眼前 我缓缓抬头 是崭新的西裤 顾彻往后退了两步 用复杂的眼神盯着我 嘿 总裁 下午好 我慢慢起身 爬上自己的座位 拿出一叠厚厚的资料 装作很忙的样子 顾彻叹了口气 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塞到我手上 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处理这场闹剧 总裁 真的不是我 表姐她误会了 陈雨洛一副若柳浮风的样子 让我拍案叫绝 我也想学 顾彻的脸色缓了缓 让保安把李燕赶了出去 陈雨洛的眼睛亮了 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眼睛真的会发光 她的声音更加了 我打了个寒颤 摸了摸胳膊上顺起的鸡皮疙瘩 总裁 也不能全怪我表姐 要不是奇妙她 这话还没说完呢 也不知道哪个字触动了固测的开关 她跟冷气坏了似的 又开始嗖嗖刮寒风 你说的对 不能全怪李燕 你也有错 从今天起 你调到包装流水线去 陈雨洛这次是真的哭了 嚎啕大哭 哭到双眼皮贴都挂在了鼻子上 顾彻转身 临走前还看了我一眼 等她走后 我偷偷打开盒子 里面装着一对珍珠耳钉 还有一张纸条 写着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顾彻怎么知道我的生日 她去看员工资料了 公司居然关心每个员工的生日 还有总裁亲自递送礼物 还没等我再研究顾彻的字条 就接到了同学聚会的邀请 同学聚会啊 赵婷也会去 我有些陋怯 不知道怎么面对 当不知道如何处理时 一定要打电话 问问自己的好闺蜜 林晓晓听完后 又给我报了个速成班 我第三次拿出笔记 同学聚会 前男友 这是关荣辱 我认真的如同高考前的备战 把我妈说 改成家族规定 提高合理性 优化妈宝男妈宝女 把配改成左 比如咖啡佐蛋糕 凸显价格昂贵 把卖换成初 主打一个商业化 把动词尽量转化成跟进 比如 我的头发 都是村口通力老师在跟进的 我合上笔记 冷冷一笑 赵婷 你准备好了吗 在同学会上 我不但碰见了赵婷 还有陈雨洛 她整个人像眉骨头似的 贴在赵婷身上 上次电话里喊她的那个女人 原来是陈雨洛 难怪那么耳熟 赵婷撞四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搂着陈雨洛的腰 跟别的同学打招呼 我咬了咬牙 才没让眼泪落下来 说情话的时候 那是天上能摘太阳 水里能捞月亮 我和她妈掉水里 她都能优先把她妈按在水底 现在居然装作没看见我 果然要看清一个男人是不是人 就看她分手后的表现 同学们都用怪异的眼神看向我 她们还不知道我和赵婷已经分手了 赵婷 你和秦妙怎么回事 总有人唯恐天下不乱 分了呗 交往一年多 除了牵手 别的地方连碰都不让碰 什么玩意儿 跟个傻子似的 赵婷不屑地撇撇嘴 她那么明显的暗示 我当然看得出来 那时候我们才交往了三个月 她就想拉我去她的出租屋 我怎么可能答应 嘿 我们的大校草 也有吃别的时候啊 说不准人家秦妙不喜欢你呢 赵婷还没说话呢 陈雨落奸细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怎么可能不喜欢 因为我和赵婷在一起 秦妙向领导告状 我都被调到流水县去了 你调流水县 关我什么事 赵婷能甩了我 早晚也会把你出了 女孩子要有尊严 不能放浪行骸 我有回忆了下课程 补充到 是家族规定 赵婷冷哼一声 什么规定不规定 奇妙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不要找雨落的麻烦 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 赵婷翻脸的样子很可怕 我们原来不是那么好吗 为什么会变这样 我好伤心 脑子里一片江湖 只记得赵婷打篮球的帅气样子 记得她给我打伞时的温柔 记得她体检血糖似乎有点高 既然分手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注意她的身体 我哽咽着对陈雨落说 她 她在笑时去医务室 我看到她 笑医在跟进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话也没说清楚 就开门跑了出去 身后传来赵婷的咆哮 奇妙 你胡说什么 你敢污蔑我 不是奇妙说的那样 她造谣 你们听我说 啊 我撞人了 哭得太投入 我完全没有看前面的路 就在我以为要摔个屁堆的时候 一只大手将我拉了回来 怎么又哭了 我抬起脸 雾水中看到了 顾彻那张俊美的脸 我抱住顾彻的腰 就开始呜呜咽咽 耳边传来了顾彻无奈的叹息 她把我抱了起来 然后转头跟身后的人说 王总 不好意思 今天我恐怕要失约了 下次我再给你赔罪 被她称作王总的男人哈哈大笑 很是爽朗 没关系没关系 顾总要安抚家人 这是大事 能让顾总道歉 这位一定是顾总喜欢的人吧 我抱着顾彻的脖子 感受着她炽热的温度 听见她说 是 我喜欢她很久了 我 顾彻怎么可以骗人呢 我们才认识一个多月啊 顾彻把我抱进车里 哭够了 我尴尬地点了点头 然后生起了一丝好奇 你喜欢我很久了 她看我的眼神又忧怨起来 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 就放了回去 你怎么还没想起来 你是林晓晓的表哥 你就是那个胖哥哥 我盯着顾彻 隔着衣服若隐若现的腹肌 默默吞了吞口水 所以啊 看着不咋样的男孩 可以留下来养一养 说不定哪天就 小小带你来我家过年的时候 你就喜欢上我了 你怎么那么早熟 那时候我才十三岁 她也没成年啊 她爸妈肯定没教她不要早恋 我顾彻开着车 疼不出手教训我 只好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才刚分手 被人说起是无缝衔接 多难听啊 她脚踏两只船都不在乎 你在乎什么 也是 那我佐你 顾彻一个急杀 差点把我甩出去 幸亏我遵守交通规则 好好的绑着安全带 你说什么 你佐 咦 顾彻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是不是喝酒了 喝酒可不能开车呀 道路千千万 喝酒不开车 她突然解开安全带 身子压向我 好危险的感觉 你想在车上 嗯 误会解除后 林小小哭着给我打电话 说她表哥大半夜跑去她家 把她揍了一顿 原因是她给我抱了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速成班 你到底跟我哥说了什么呀 她为什么那么生气 我也不知道啊 那天晚上她眼睛特别亮 好像期待什么 等我说完速成班内容 她的眼睛就暗下去了 然后就发脾气不理我了 我什么都没做好吗 虽然顾彻好几天不理我 可是我被升职了 刚入职第二个月 我就任职人力部主管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我开始负责新人的面试 当赵婷穿着西装 人模人样地走进面试室的时候 我和她都愣住了 你 秦庙 你怎么在这里 赵婷震惊地都忘记了向面试官问好 我的助理看了赵婷一眼 然后将赵婷的资料恭敬地递到了我手上 秦主管 这是面试者的履历表 是您认识的人 其他三个面试官 也转头看着我 前男友 女朋友 我和赵婷同时回答 妙妙 你还在跟我闹脾气啊 我们就是一点小误会 我妈今天还说 让我带你回家吃饭呢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我突然觉得她的嘴脸好生难看 当初自己是不是被下了降头 才想嫁给她 这种男人怎么能嫁呢 要嫁也得是我眼前浮现出固彻的模样 妙妙 你都做了振兴科技的主管了 真是太厉害了 赵婷似乎是觉得自己稳了 拉开凳子就坐了上去 还搭起了二郎腿 你要是早告诉我 我也不会和陈雨落渴 我是说 我跟陈雨落什么关系都没有 妙妙你可别误会 没有误会 因为你劈腿 我们分手了 你亲口说的 我同意了 不不不 我后悔了 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一会我去你办公室坐坐 等你一起下班 她死皮赖脸的样子太恶心了 旁边还有人说风凉话 床头吵架床尾河 小两口吵架哪有什么隔夜愁 我看过去 是当初调查我冒用企划的那个金丝矿女士 她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入职两个月就能当上主管 这在咱们公司啊 可是头一份 对了 总裁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哎呀 我这人心直口快 你可别生气啊 我知道自己嘴笨 说不过他们 遇到困难就要求助外援 于是我打电话给了闺蜜林晓晓 她哥 顾彻带着一身凛冽走进了面试室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低头问好 除了我 我跑过去拉着顾彻的手 我要辞职 职场女性不好做呀 我还是回家继承家业吧 顾彻握住我的手 冰冷的眼神扫过在场的所有人 被她看到的人 立刻把脑袋使劲往下低 当她看到赵婷时 微微瞇了瞇眼 赵婷被固扯的气势震 左右脚不停地互踩 好好的一双皮鞋被踩成了二手货 为什么要辞职 对人我不再行 但是把完整的事情经过陈述一边 绝对没有问题 我也没有带上个人情绪 只是在结尾叹了口气 顾彻 我现在能拒绝你吗 低着头的众人瞬间抬头 齐刷刷地看着我们 顾彻带着杀意的眼神紧紧盯着赵婷 这就是你那个劈腿的前男友 她没等我回答 便叫助理去把陈雨落喊了过来 陈雨落听到总裁喊她 赶紧去洗手间补了个娇艳的口红 扭着腰走了进来 然后她看见了赵婷 这是你男朋友? 顾彻问 啊,不是的总裁 这男的谁呀 跟个傻逼似的 怎么可能是我的男朋友呢? 她抬头故作害羞地看了顾彻一眼 人家现在还单身呢 她说你们挺要好的 我抬头只看到顾彻棱 棱角分明的侧脸 她挺坏的呢 居然骗人 不不不 没有的事 我们只是同学而已 听说她现在都没找到工作 还靠家里养活呢 谁会要啊? 陈雨落 你特么要不要脸 昨天你还在我床上说 非我不嫁呢? 赵婷被搏了面子 恼羞成怒 你胡说 报警 我要报警 你污蔑我 好家伙 这才说了几句话而已 他们怎么动起手来了? 我像是在看一场科幻大片 直到顾彻喊来保安 把他们拉开 我才发现 我的手还被顾彻攥着呢 你们什么关系我不管 但是不要影响到我未婚妻 顾彻把我往怀里带了带 未婚妻 是在说我吗? 我是顾彻的未婚妻 什么时候的事? 不止我惊讶 其他人好像比我还惊讶 赵婷自然是没有被录用 可她不放弃 跑到公司楼下赌我 这做法激怒了顾彻 然后 然后 我就再也没看见过赵婷 听同学说 她和她爸妈回老家去了 走得有点狼狈 至于陈雨落 辞退通知还没寄到她家呢 她表姐李燕就先一步找到了她 有好事的人会声会色跟我描述 李燕把陈雨落的耳朵扇聋 现在被关在看守所 他们两家人也为此闹得不可开交 而我 容生了人力部经理一职 成了金丝矿女士的顶头上司 现在她见我都要抖三下 再也没有当初那骨子嚣张气焰 我拽着婚纱坐在休息室 旁边的林晓晓拨开一颗橘子 塞进我嘴里 我表哥动作挺快啊 这才三个月就把你拿下了 不争气的东西 你就不能让他慢慢等着 我把橘子咽了下去 结了婚才能做那种事情 家族规定 我承认我缠他身子 可是我妈说 婚前不能乱来 林晓晓 躲在门后的固扯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要说公司哪里是谣言滋生的地方 那必然是女洗手间 就像此刻 我正因为亲戚的突然造访 坐在隔间里面无所适从 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提到我的名字 上天眷顾 我正想开口寻求帮助的时候 另一道冷哼声打断了我的话 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装的 一天到晚在我们面前端着个架子 指不定在老板面前怎么卖弄风骚呢 我 我什么时候端架子了 不就是因为上周部门团见我没去吗 但我分明都说了理由 我总不能放着我家炸了的水管不管不顾 就为了吃那顿饭吧 况且还是A的饭 你看见他刚才穿的外套了吗 我感觉那好像是裴总的 真的假的 他是故意搞的噱头吧 这公司里谁不知道我们家晶晶才是裴太太 对吧晶晶 我捏着卫生纸的手缓缓收紧 视线落在自己身上的外套logo 这衣服的确是裴总的不假 但我还真不知道公司里还有位裴太太呢 也对 我向来都是掐点上班 到点就走 从不加班内耗 也从不参加同事们的八卦讨论 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听着他们各种造谣 我心中也觉得好笑 这些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直接踢开隔间门走出来 为首的两个女同事神色慌乱 明显心虚 唯独何晶晶满脸坦荡 那神情倒真像是公司的当家女主人 看什么 难道大家说错了 我原想着这是就这么接过去了 万没想到何晶晶居然如此口无遮拦 这是要挑适的节奏 我停下脚步 虽说我不惹事 但我也不怕事 我还手抱胸 面无表情地看着何晶晶 在造谣我就告你诽谤 道歉 何晶晶一脸挑衅 吓唬我 威玉你嫩了点 这点把戏就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 就是 你以为你谁呀 就一个小职员 还跟我们晶晶顶撞 我看你是不想在公司混了 庆庆回家随便在裴总面前吹吹风 你就别想在这干下去了 我挑眉 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怎么不知道咱们公司还有一个裴太太 还是你 我上下打量着何庆庆 眼神中的不可置信狠狠地刺伤了何庆庆的眼 何庆庆本来就看不上我 这下好了什么脏话都一股脑地骂向我 你算了什么玩意也配质疑我的身份 裴太太不是我难道还能是你 我点点头还真就是我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庆庆她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对面几人笑得张狂 我没在意拿出手机就准备报警 不打算道歉 那就等着警察来调解 何庆庆看我不似作假 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念如着开口 对不起行了吧 声音小的跟文字叫似的 我刚想叫她大声点 我没听到 小腹一阵剧痛 某处一阵暖流 好家伙 火山喷发了 我也不跟何庆庆一行人号着了 捂着小腹连忙回到公位 后面的何庆庆对着我的背影 气急败坏地跺脚 温玉你给我等着 我刚在座位上坐下 何庆庆一行人也紧随其后地回来了 还故意绕到我旁边 凑近我的时候用笛孔对着我 冷哼一声 好幼稚 我懒得理他们 捂着小腹疼的冷汗直冒 赌赌赌赌 我抬头和刚刚众人讨论的话题中心人物裴大总裁对上视线 裴慈冷着一张脸 一张俊脸上毫无表情 温经理来下我办公室 说完裴慈转身离开 我连忙起身胡乱拿了些文件跟在裴慈后面 何庆庆看到裴慈单独叫我 瞪着我气得直磨牙 那表情要多好看有多好看了 我已经办公室 等在一边的裴慈 连忙帮我把办公室门关上 拉着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刚刚还一脸严肃的裴慈满脸关切地看着我 郁郁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还没开口 裴慈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是不是昨天晚上下雨冻住了 要不这样 这般先不上了 我带你去一趟医院检查检查 说着裴慈急得就要去找车钥匙 准备带着我去医院 我无奈服额 裴慈 我没事 我就是来大姨妈了 小腹痛 你别大惊小怪的 我月月都是全勤 你可别让我早退一次没了这个月的全勤奖 老婆 是我的错 我没记住时间 你坐着我给你泡杯红糖水 我还什么也没有说呢 裴慈直接将所有的揽到他身上 不是 我大姨妈提前了一个星期 怎么还是你的错了 裴慈忙得团团转 又是急着烧开水 又是给我灌暖水袋 小心翼翼地塞到我手里 我也没扭捏 这不是老公对老婆该干的事吗 况且 像裴慈这么体贴周到的老公 我自己偷着乐就不错了 烧好水 裴慈将泡好的红糖水吹了吹 才送到我嘴边 小心烫 喝完身体渐渐回暖 小腹舒服了了不少 和裴慈做了会 我就准备起身出去 近来聊文件 时间也差不多了 刚起身 小腹好似有一把大手攥着一般 又一阵阵抽搐 裴慈眼疾手快地伸手扶住我 我才勉强站好 这时 总裁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打开 何庆庆一脸阴沉地死死盯着裴慈扶着的我 好似一只毒蛇一般 我被他的眼神吓得一机灵 裴慈根本就没在意是谁进来了 还在细声细语地问我 没事吧 我摇摇头 谢过他就准备离开 不想何庆庆以为我在勾引裴慈 也扭着腰后着脸皮凑了过来 一把挤过裴慈身边的我 还好我快步向前走了几步 不然非被何庆庆推到在地 裴总 有些文件我看不懂 裴总可以交易教我吗 嘖嘖 何庆庆这声音掐的 不如刚刚在卫生间吼我的声音好听 还有这裙子向上拉的 不如直接不穿 看来何庆庆是非要拿下裴慈不可 不过裴慈可一点都不吃他这套 本来就因为突然闯进来不爽 还毫无礼貌把我撞到一边 裴慈的脸色早就垮了下来 我雇你来公司不是让你问我弱智问题的 裴慈冷眼斜着何庆庆 还有进我办公室记得敲门 说着裴慈大不离开 只剩下何庆庆站在原地一脸尴尬 裴慈给我的暖水袋我也顺手带了出来 暖着小腹确实舒服了不少 我刚坐在公位上人狠工作起来 何庆庆踩着高跟鞋满脸不善地走了过来 何庆庆手里端着咖啡 漫不经心地靠在我鞋对面的公位桌上 指挥着后面的几个跟班 将他们手里的咖啡分下去 何庆庆也是舍得花钱 咖啡带上的大牌标志表明着 这一杯咖啡可值不少钱 周围同事平常虽然看不惯何庆庆仗着裴太太的身份 耀武扬威 但是谁会看到这好处不占 顿时开始对何庆庆一阵夸赞 庆庆 谢谢了 这一杯咖啡花不少钱吧 叫什么庆庆 人是裴太太 没看到庆庆刚刚见了裴总 现在就开始给家发福利 显然是裴总受益的 还真是 庆庆 总对你可真好 何庆庆显然被这些追捧的声音捧得开心的不行 翘着小拇指喝了口咖啡 清了清嗓子 得意洋洋的开始炫耀 那可不是 裴总啊 虽然忙 但是都记着大家的功劳 专门让我买来犒劳大家的 何庆庆漫不经心的瞥了我一眼 当然了 也是敲打某些人 不要以为自己那点小心思瞒得好 自己掂量着也知道自己有几斤 不要看见裴总就摇着屁股凑了上去 大家眼观鼻鼻关心 当然知道何庆庆在嘲讽谁 刚刚进裴茨办公室的 除了何庆庆就是我 更何况 这些咖啡分了大半办公室 一滴都没撒到我公位上 我也不惯着何庆庆 贴了一眼咖啡带上的标志 承熙的新开的那家网红咖啡 不过都是香精特条咖啡豆制成的 你喝的是香草口味吧 你猜他家的用的是优质风味咖啡制品 还是劣质风味咖啡制品 我说着还对正喝得起劲的何庆庆眨了一个眼 别不信 劣质的在装优质的 总会出现败露的时候 你说是吧 说的是咖啡 其实就是在说何庆庆装陪太太的身份 他要是不再对此事冲我拿桥 那也算了 他也还是装陪太太的身份 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那他迟早会面临着身败名裂 臭狐狸精 你还要不要脸了 何庆庆脸色瞬间犹如猪肝色 拿竹手里的咖啡就想要向我泼来 我比何庆庆反应还快 拿起旁边宫位的咖啡先一步朝他身上泼去 啊 何庆庆愣了愣才反应过来尖叫 嘴里依旧对我骂骂咧咧 这次就当给你长个记性 记得管住你的嘴 咕噜噜 我清晰地听到这从何庆庆肚子里传出的声音 忍不住挑眉 看来是劣质咖啡啊 何庆庆 要不你先赶紧去卫生间释放一下自己 我还十分好心地侧身给何庆庆让了道 伸手 做出请的姿势 何庆庆面色不善地看着我 但是还在犹豫先去卫生间 还是先解决我 只不过他的肚子越叫越响 何庆庆一跺脚 指着旁边两个小跟班 你们让他给我跪下来道歉 什么时候道歉 什么时候放他走 说完捂着肚子匆匆离去 周围同事立马放下手里的咖啡 满脸复杂地看着何庆庆匆匆离去的背影 这裴太太也太上步了太面了 我根本就没把这几个跟班放在眼里 自顾自地继续着工作 结果人还真把何庆庆的话当作圣旨了 紧紧地跟着我 温玉快点跪下来 跟庆庆道歉 就是不然庆庆到时候 跟裴总随便提一嘴 你就别想在公司待着了 我敷衍 啊对对对 快让裴慈把我开除了 跟班没想到我竟然软硬不吃 伸手就想拉住我不让我溜走 你们几个 上班时间干什么呢 总监终于得到消息 气势汹汹地指着对我推丧的几个跟班 跟班这才被吓得连忙回到自己的工位 何庆庆在我面前吃了亏 下午都没看到他和他的跟班向我面前凑 只看到何庆庆和他的两个小跟班 不断地向卫生间去 引得总经理不断皱眉 我乐得清闲 一下午将手头的项目赶完了 下班刚出公司 就收到裴慈的微信消息 老婆停车场 我脚步一转 向公司楼下停车场走去 一眼就看到正打着车灯的裴慈 坐上副驾驶 裴慈将后面座椅的东西放到我怀里 老婆 刚刚去给你买的暖宝宝 快贴上 我哼了一声 没回复 我说这半天没在公司看到裴慈 原来是去给我买一堆卫生用品 这么贴心周到 哼 招风引蝶 专注开车的裴慈一脸莫名其妙 怎么了老婆 你不舒服 谁惹你生气了 我帮你做回去 我又冷哼一声 好好开你的车吧 裴大花 裴慈 老婆你说什么呢 工作起来小腹不感觉痛 这会只想着裴慈 小腹又开始一阵阵的抽疼 裴慈一路顶着大问号 看到我脸色不好车开的飞速 到了家裴慈连忙下车将我抱到卧室 抱着我就是哼哼唧唧 老婆 你怎么一路上都不理我呀 是不是我哪里惹你生气了 裴大花紧紧禁锢着我 我不说话就不放开我 我肚子疼裴慈 裴慈腾出一只手 伸进我的衣服放在我的小腹上揉来揉去 我让你放开我 不是让你得寸进尺 你不说我就不放开你 我说着来气指着她的胸口语气不善 裴大花说说你在外面还有几个老婆 裴慈一脸猛老婆污蔑呀 有人诬陷我我就你一个老婆 就那个何庆庆今天凑到你面前 说不懂问你文件的那一个 现在可是公司名副其实的裴太太 你跟我放机灵点不准让她碰到你衣服都不行 裴慈对着我的脸蛋就是咬上一口笑得乐不可知 嘶你给我放开我裴慈连忙放开我将暖宝宝贴到我的小腹 好了好了我当时我干了什么缺德式对不起呢 放心吧老婆那个什么沈什么玩意我连脸都没看清楚 也绝对不会让她碰到我 我的心是我老婆温欲的 说着裴慈还伸出右手发起了誓 我发誓 我听得脸色一骚 捂住裴慈的嘴不让她再说了 是何庆庆 记住了就行 我还是难受 说完躺在床上蜷缩着不想动弹 裴慈拉着我帮我换好了睡衣 盖好被子 蹲到床边讨好的看着我的眼睛 还有个是老婆 换个外号呗 裴大花不符合我在外当大老板的形象 嗯 招风引蝶的大花很符合 符合符合 老婆起的外号哪有不好的 大花很有艺术含量 我一个眼神裴慈立马闭嘴赞同 老婆你先躺着 我去给你熬点粥 喝了几口粥也就没再喝了 裴慈也没抢求我 麻溜的洗漱完 搂着我帮我揉着小腹 第二天 裴慈一大早做好了饭叫我起床 吃完饭 走之前 裴慈站到门口扭捏着不走 我疑惑 你长痴疮了 裴慈忍不住扑痴一笑 不是老婆 你都没给我系过领带 我出去谈业务 别的老板都在炫耀他老婆给他系领带 我也要 我没听裴慈说完 垫着脚尖就拉着裴慈的领带系了起来 裴慈立马停了话头 低头配合我 并且扶着我的腰 让我站好 我本来就不会系 胡乱记了一圈 勉强能看就收手了 我努努嘴 看看 裴慈在门口落地静左看看又看看 脸上是难掩的笑意 老婆手真巧 走吧 我点头 虽然细得丑了点 但是裴慈长得帅就好看了 我和裴慈一前一后进了公司 又遭到何庆庆的一记冷眼 我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何庆庆 收拾了一番 准备待会的开会资料 进了会议 才发现有点不对劲 裴慈今天的西装是和领带 都是我随手递给他的 宝蓝色的西装配上斑点红领带 显得亲和又时尚 却没想到何庆庆今天和裴慈穿的是同色系的衣服 甚至头上的发卡 都是和裴慈同样的红色 这又给了何庆庆炫耀的资本 何庆庆的小跟班做做的眼嘴轻忽 庆庆 你今天和裴总穿的是情侣套装爱 裴总今天的领带怎么记得歪八扭三的 庆庆该不会是你记的吧 何庆庆一脸娇羞的抿嘴笑 一切都在不言中 呵呵 裴慈这身替加的定制 但是根本没有第二件 更何况是情侣套装 还有 怎么裴慈身上有点什么都是何庆庆的 那天裴慈拉个屎都是何庆庆的功劳 庆庆 裴总看你了 何庆庆顿时扬起白皙的脖梗 微笑地看向裴慈 我抬头 和裴慈的视线对上 裴慈眼神瞬间亮了 还是装得一脸严肃 何庆庆到底在自恋什么呀 我收回视线 将注意力放到自己手中的文件上 汇报工作 何庆庆一站起来 裴慈就开始皱眉 何庆庆不明所以 谋足了尽表现自己 将手里的汇报内容说得颠三倒四的 最后还恬不知耻地问裴慈 裴总 你看我做得怎么样 裴慈漫不经心地翻了页手中的报告 清起薄唇 烂 何庆庆脸色瞬间白了 裴慈还不忘继续补充 烂透了 裴慈哥这帮我出气呢 裴慈敲了敲会一桌 继续 何庆庆失魂落魄地坐下 我开始展示我的汇报工作 我讲的投入 不时抬头 都能和裴慈专注的眼神对上 裴慈不时地点头 我讲完 裴慈立马开始拍手鼓掌 周围的同事业也立马跟着鼓掌 不错 简单的两个字 气得旁边的何庆庆指磨牙 会议结束 大家陆陆续续地离开会议室 何庆庆站在会议室门口不离开 等着裴慈出来 裴慈刚走到会议室门口 何庆庆也不管周围同事还没有离开 就洋装不小心滑倒向裴慈扑了过去 裴慈立马眼疾手快地闪开 站不稳 平时多锻炼锻炼 我一听乐了 忍不住笑出了声 裴慈一脸得意地看向我 活像求表扬的二哈 何庆庆本来还不断在公司散播 她是裴太太的身份 现在大家逐渐发现裴总好像根本就不鸟何庆庆 也开始不相信何庆庆就是裴太太 甚至她的几个小跟班都开始动摇了 何庆庆在我面前吃了几次烟 就把大家不信怪罪到我身上 她认为是我勾引裴慈 在裴慈面前胡说八道 导致她在公司越来越混不下去 何庆庆就开始大力散播我和裴慈的谣言 无非就是 我不要脸之三当三勾引裴慈 还破坏裴慈和何庆庆之间的关系 这本来就是无稽之谈 可偏偏裴慈这些天上班 让我给她选衣服 非要让我选和我的衣服同一色系的衣服 说要和我穿情侣装 在公司秀恩爱 一次两次同事们只当是误会 但是连续一周半个月 裴慈都和我穿的同色系 还不间断 彻底坐实了我和裴慈有一腿 破坏了裴慈和何庆庆之间的关系 我又被公司的同事在背后指着点点的 何庆庆也彻底得意起来 裴慈知道后 急得非要在朋友圈公开我和她的关系 被我眼疾手快地拦住了 裴慈疑惑 我耐心解释 你不懂女人 公开的结果并不比不公开好 裴慈只得同意 只是当晚回家 裴慈将衣柜里的我和她的衣服 几乎全部都换成情侣装 就光明正大的 又偷偷地秀恩爱 上班期间 裴慈一本正经地在周围转来转去 老神在在地开口 有眼光 裙子不错 我看了看我今天穿的裙子 裴慈选的 和她今天的衣服同一色系的情侣装 合着自己夸自己呗 旁边公卫的何庆庆 谢谢裴总夸奖 我和裴慈 周围同事立马投来艳羡的目光 裴慈走后 和庆庆身边立马围了一大堆的同事 不断地追捧她 庆庆 裴总这么想你啊 上班一小时就出来看你了三趟 对啊庆庆 裴总夸你的裙子好看 不会是裴总给你买的吧 裴总和你之间的感情啊 根本就没有人能插足 庆庆这地位是稳稳的 庆庆 裴总这么关心你 你要不要也去关心下裴总 何庆庆被众人捧得一脸娇羞 飘飘然地映下了 在众人艳羡的眼神下进了总裁办公室 我只听到何庆庆叫嘀嘀的一声裴总 办公室的门就被关上了 爱马 鸡皮疙瘩都要掉下来了 旁边的同事终于确信何庆庆就是裴太太 正准备再次讨论一番 何庆庆已经被裴慈赶了出来 众人猛逼 这前前后后不到一分钟啊 裤子都没脱下来就结束了 何庆庆尴尬地笑笑 刚刚有个项目出了点问题 裴总心情不好 我不想打扰他 众人表示了解 男人骂 我吃笑 我看是裴总让你滚出来敲门吧 我不说还好 我一开口 瞬间戳到了何庆庆的痛处 何庆庆一脸怒涩 温欲 你什么意思 裴总现在正忙 我不想打扰裴总工作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质疑我 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抱起文件 在众人疑惑的眼神下敲了敲裴茨的办公室门 听到裴茨的劲后 我抬脚进去 二十分钟后 又在众人神色各异的脸色下 泰然自若地从办公室出来 不要脸 狐媚子 啊对对对 我进裴茨的办公室当然是为了正事 只不过何庆庆的思想不正常 非要认为我在干下贱的事 当然了 我和裴茨 不管怎么样 那都是合理合法 最近我正在跟一个项目 公司很重视 拿下这一单 够能让我年终奖再多一倍 我非常上心 转眼就到了我和对方谈业务的时候 我让我的团队准备好所有文件 准备出发 去了趟卫生间 刚回到公位 就和腾一下子起来的何庆庆撞到一起 我站定 等着何庆庆这会有准备做什么腰 不长眼啊 没想到何庆庆飞快地看我一眼 猫着腰骂我一句就侧身离开了 转性了 我没在意 拿起准备好的资料带着人就离开了 我公司一众人提前到了包间 等了一会等到了对方公司的人 相互寒暄了一番 就准备切入正题 我拿出一早就准备好的项目策划 却忽然一顿 这不是我一开始写好的策划 瞬间联想到何庆庆心虚地离开 我瞬间明了了 对面的经理开口询问 怎么了温经理 我无所谓笑笑 没事陈经理 这是我们的策划方案 您看看 我将另一份策划递到陈经理手里 何庆庆这会算是打错算盘了 我准备策划怎么可能只准备一份 况且 他的业务能力真的令我堪忧 云木和明珠不分 对面经理本来漫不经心地翻开 看到第一页突然一震 坐直身子继续向后翻 陈经理没看完 激动地拍案决定 温经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一众人一脸猛逼 温姐 咱们的策划做得是不错 但是也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吧 我笑得一脸神秘 当然是有贵人指点 刚回公司 何庆庆就凑了上了 去着一众人依旧猛着的神情 忍不住开口嘲讽 温经理 这么大的项目 你就这么搞砸了 我看你是想让裴总把你赶出公司 有人忍不住开口 不是 我们合作展开得非常顺利 都到这时候了 还在自欺欺人 我将签约合作大喇喇地打开 对到何庆庆的面前 麻烦睁大眼睛看清楚 念念这是什么 何庆庆一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不可能 我明明把你们的策划 哦 你把我们策划怎么了 肯定是你 温玉你还要不要脸了 你不仅勾引裴总 而且还让裴总找人给你写策划 你说什么 裴慈突然出现在何庆庆背后 冷着脸问 何庆庆瞬间结结巴巴的 裴裴总 我我 我立马接上何庆庆的话 裴总 何庆庆的意思是 你直接撕定这份项目给我了 裴总冷冷地扫拾一圈 最后视线定在何庆庆身上 温经理这个项目全程公开透明 你要对其中哪一环感兴趣 可以直接来质问我 在这里污蔑同事算什么本事 况且温经理能拿下这份合作 全靠温经理自身能力 一份策划写了五份 一一拿到我面前审查 你要是也有这份魄力 我就让你来当这经理 何庆庆尴尬的不断点头应试 就差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我忍不住摇头 就何庆庆这心思 根本就不在工作上 等不了多久 就会在公司混不下去 我那时进裴茨办公室 就是为了询问我的五份策划 何庆庆却还以为 我在办公室勾引裴茨 笑死裴茨不勾引 我就谢天谢地了 完成了一大项目 裴茨直接给我放了两天假 然后两天假不让我出去玩 不让我懒在家里 叫我一起和我爸妈他爸妈一起吃饭 裴茨真是够了 今晚回家他必须给我跪榴脸 裴茨进来帮我拉开椅子 然后将背着的我的包 跨在我的椅子后面 我妈看裴茨这一系列十分顺手的动作 忍不住凑到裴茨他妈跟前 丑丑 笑死简直把温欲宠上天了 裴茨他妈也忍不住跟着嘖嘖称奇 亲家母 你别说 裴茨在家对我都没对小玉殷勤 我听得两边老人说的话题 忍不住脸色一红 裴茨凑到我耳边 就也是挤兑我 老婆你脸红什么 我气得偷偷在桌子下拍裴茨的腿 又被裴茨伸手反握住我的手 裴茨他爸妈笑得满脸慈爱 裴茨你和小慈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我爸妈也跟着附和 对啊 小裴 你们要加油啊 至少让我们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一人怀里抱一个 妈 我妈都说的什么话 你看看这孩子还害羞上了 我连忙手上用劲 实跺着裴茨开口 爸妈 你们不用担心 我和小玉一直在做准备 你们抱孩子是迟早的事 谁跟你在准备了 好 反正双方父母被裴茨哄得喜笑颜开 我识趣地闭嘴 看我回见怎么质问你裴茨 一到家我就翻出放的落灰的搓衣板 扔到裴茨面前 跪吧 裴茨一个华柜跪到我面前 拉着我的裤脚 老婆 我错了 我不应该在你的休息时间 没推掉爸妈的邀请 我也不应该胡乱说 咱俩在备孕了 我柔柔太阳穴 不是裴茨 两边父母都是你找来催生的 裴茨张口就要否认 在我瞪着下 缓缓地点头 嘿我说呢 裴茨 你这么想要小孩 裴茨点了点头 又摇摇头 也不是很想 就是想跟你生一个 但是 还是以老婆的意愿为主 起来吧 裴茨起来 就跟我一个大熊抱 老婆 你这是答应不答应 看在你认错这么坦诚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接受你的提议 裴茨面色一喜 不过 等我锻炼锻炼身体 身体状态好了再生 裴茨抱着我就朝我脸亲了一口 都听老婆的 我后悔了 我早知道裴茨会每天早上六点 拉着我起来锻炼 晚上还要带着我在锻炼时锻炼 我就直接说不声了 况且锻炼就锻炼吧 裴茨还要以检查我锻炼成果的名义 对我动手动脚的 比如跑完步 裴茨主动帮我捏腿 就是手不安分 捏着捏着就放到其他地方了 再比如 非要测试我肺活量 裴茨主动帮我测试 我答应了 然后他就亲着我不放开 还美名其约 测试肺活量的同时 也锻炼了肺活量 公司又团建 我还准备找老理由 避开无聊的团建 裴茨义正言辞的对我批评教育 作为公司的一份子 团建这样的集体活动 你为什么不参加 你是对公司有意见 还是对我有意见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所以不愿意参加团建 我被裴茨嘀咕的烦了 当着裴茨的面 报名了团建 裴茨才停止唠叨 然后我在团建名单上看到 发起人 裴茨 你清高裴茨 你仗着当老板为所欲为 团建还是老样子 八卦喝酒吃饭吐槽玩游戏 一道真心话大冒险 坐在旁边的何庆庆瞬间精神起来 摩拳擦掌的输了 我就猜这女的美好事 果然 何庆庆的小跟班立马起哄 庆庆表白 庆庆表白 何庆庆好似喝了大瓶酒 满脸通红 走到裴茨面前 脚滴滴的捏着衣脚 裴 裴总 我 我有老婆了 裴茨去了我一眼 毫不犹豫的开口 一点都不给何庆庆脸面 何庆庆脸色突然煞白 全公司上下都知道 裴茨有老婆 只不过大家都被何庆庆带的认为裴太太就是何庆庆 裴茨有时候对何庆庆冷淡 不过是对何庆庆的一种保护手段罢了 现在裴茨在所有人面前直接撕下何庆庆的遮羞布 何庆庆的谎言在全公司面前顿时无从顿行 何庆庆只能尴尬地坐到原位 坐下之前还不忘恶狠狠地瞪着我 不是吧 这姐妹还以为是我在这中间动手脚 虽然这中间就是有个我 但是我是裴茨老婆阿歪 不过何庆庆显然是认定了是我在搞鬼 接下来的游戏 简直就是何庆庆对我的单方面虐杀 我本来就不经常玩这些游戏 结果当然是输了 我倒要看看何庆庆还想要搞什么幺蛾子 我选了大冒险 何庆庆恶狠狠地对我说 那你就去亲陪茨 何庆庆就是想看我被陪茨拒绝 陪茨说她有老婆了 我现在去亲陪茨 不管是亲上还是没亲上众人都会做文章 亲上就是我被郑主吓到了 害怕了 没亲上就是我指三当三 下见 我挑眉 何庆庆还以为我害怕了 忍不住嘲讽我 怎么 不会是怕了吧 笑话 我会怕 我无奈怂怂间 不就是亲陪茨吗 陪茨一瞬不瞬地盯着我慢慢走近她 然后俯身靠近陪茨的脸 亲了上去 周围的人瞪大双眼 忘记了呼吸 没想到我知道陪茨有了老婆 还这么大胆 何庆庆不可置信地盯着这一幕 尖叫着质问陪茨 为什么你让温玉亲你 你不是有老婆吗 陪茨扣着我的后脑勺 在一次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下亲上了我的嘴角 我的老婆 当然可以亲了 哦 原来陪茨非让我来团建 是想公开 早说 我应该穿上我最贵的裙子 画上最精致的妆 一切发展得很突然 我是陪太太的消息 瞬间在全公司上下传开 而且是陪茨亲口承认板上钉钉的事实 关于我的谣言 以及关于何庆庆是陪太太的一切谣言 瞬间不攻自破 何庆庆在公司上下一点都抬不起头 她本来能力一般般 凭借着陪太太的名号得罪了不少人 还笼络了一堆小跟班 现在好了 抢导众人推 得罪她的人人人都来踩她一脚 跟着她的小跟班以为能捞到什么好处 结果是惹了一身心 也忍不住反踩何庆庆一脚 周一去公司上班 众人对我的态度和对何庆庆的态度 简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一路上来 不论见到谁 看到我就是恭恭敬敬的一句 陪太太 听得我一听到这三个字 都一机灵 何庆庆的状态可一点都不好 脸色苍白 乌青的眼圈表明她休息得并不好 因为陪辞把她给解雇了 原因嘛 她污蔑我是小事 主要是她私自偷换我拿出去合作的策划方案 虽然对我的影响不大 但这种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极度新了 说严重点 那是偷窃 何庆庆当然不愿意 虽然现在大家看到她都没给什么好脸色 但是陪辞的公司在业内也算是顶尖 进了公司待遇可是很好的 她被解雇 以后是很难再被其他公司录用了 我一来 她就一脸愤懑地冲到我面前 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肯定是你温欲 你仗着陪辞宠你 你就平白无故解雇我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简直要被何庆庆气笑了 看来她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她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因为她没有脑子 还在责怪我十多陪辞解雇她 笑话 何庆庆气不过 冲到我面前伸手就要打我 我巧妙地避开 何庆庆躲闪不及撞到桌子 摔倒在地 我这时候还是感慨 还好和陪辞一起锻炼了 不然我哪里有这么快的反应力 不过摔倒在地的何庆庆可就不好了 她索性顺势躺在地下 大声吆喝着 陪氏夫人打人了 陪氏夫人仗势欺人了 周围看到一切经过发展的同事一脸无语 但是何庆庆可不管 一不做二不休拿出手机打了报警电话 飞快说明情况以及地点 躺在地上冷冷地瞪着我 温宇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无奈摊手 指了指不远处办公室摄像头 我等着 警察很快来了 还是冲着我这个新出现的裴太太 以及曾经自诩裴太太的何庆庆 这是很快传遍了公司上下 裴慈也被惊动了 裴慈一连猛 跟着我去了警察局 一路上我讲明缘由 裴慈也同样差点被气笑了 老婆 我让人把监控录像送来 加上上次直接把这个何庆庆送进去得了 我点了点头 何庆庆真是太极端了 我本来以为她只是虚荣 却没想到她真够变态的 得不到就毁掉 简直就像一个泼妇 经过一番审问 加上裴慈送来的监控录像 何庆庆报假警被教育 再加上她偷窃我的策划 也够她在里面住上几天了 终于结束 裴慈带着我去吃饭 裴慈为了犒劳我 点了一大桌子我喜欢吃的大鱼大虾 老婆 给你 多吃点 裴慈将包好的虾送到我嘴边 我配合地张开嘴 突然感觉这小龙虾的味道这么难闻 闻得我只犯恶心 我推开裴慈的手 对着旁边的垃圾桶 就开始止不住的干呕 裴慈连忙拍着我的后背 等我平息下来后颤抖着手 将一杯白开水送到我手边 裴慈声音中带着颤抖的兴奋 老婆 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你是说 饭也不吃了 裴慈立马小心翼翼地护着我去医院 排队取号 检查拍臂抄 裴慈懒着我 一瞬不瞬地盯着医生的嘴 医生把眼神从臂抄片子里移开 抬了抬眼睛 瞬间笑了 恭喜两位 裴慈激动地抱着我 又亲又抱的 又是蹲下轻轻抚摸着我的肚子 老婆 这里竟然有个孩子 你夫人的孩子还只有一个月大 正是发育的关键时刻 也注意好调理工作 好好 谢谢医生 裴慈小心翼翼地带着我回家 立马通知了八大姑七大姨 又联系了私人调理师 我正是进入了待产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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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